御池炯控制着原来北齐的广大地区 因此他的叛乱立刻对关中造成严重威胁 当时两边打仗的时候 他这个黄龙兵确实很厉害 他观察到一个问题 就是御池炯这边有很多的老百姓 于是他就命令士兵去设那些百姓 结果给那些百姓设的鬼哭狼嚎 然后宇文新就在前面喊说 敌人已经战败了 然后让军队往前推 御池炯的军队就崩溃了 而在关中地区 赵王宇文昭也策划出一场鸿门宴 准备刺杀杨坚 那么杨坚是如何应对的呢 过去的风云还要听张公笑谈